这些厚重的衣服 马上在冬天养出来这些肥肉 就会跟大家来say hello了 怎么办才好呢 其实您知道吗 有个数据 在我们全台湾 大概有半数以上的人 都在减肥大作战 但减肥真的非常辛苦 有人减半天之后又腹胖了 还有人呢 是觉得说 我不是那么肥 我只想要雕塑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轻松的减肥呢 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探讨这个问题 先带您看看VCR 我们常常是先吃了再说 不过您可要注意 要是平常也专挑这一类的美食 那小心医生可能会这么告诉你 腹部脂肪又跟我们身体的代谢 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它可能会造成我们将来的 刚刚说的血糖啦 或是那个血脂啦 还有血压都升高 那就造成代谢症候群 也就是以后你得到这些 高血压糖尿病 跟高血脂症的几率 都会增加很多 不过要是您看起来就这么有分量 实际上也不想输给他的话 那么医生的判断 可能就会让您印象更深刻了 肥胖的话 多余的脂肪会累积在身体 还有在微血管 那微血管会相对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狭窄 所以血压会变高 血压变高 然后渐渐的你的心脏的负担 就会越来越重 然后你的头脑的血管的负担 也是会越来越重 所以比较容易得到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根据统计 国内成年男性体重过重的 人数比例高达五成一 女性则是超过三成六 而肥胖除了造成体能衰退 还有可能导致糖尿病 高尿酸血症 痛风骨关节炎 乳癌 子宫颈内膜癌 以及荡肠癌等疾病 绝对是健康的头号 隐形杀手 要是您也想减肥 先控制一下饮食 有空多运动 再来想看中医 或是打算做医美手术 事先多跟医生好好讨论一下 千万别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 好 觉得自己胖 当然少吃多动 大家都知道是不二法门 有没有什么办法 比较轻松一点的减肥呢 好 今天呢 我们非常欢迎三位养生达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教给大家很多的配方哦 邱正宏 医学美容医生 专长 健康减重咨询 身体曲线雕塑 罗明宇 中医师 专长 疏通五脏气血 正确体质调养 林盛杰 正宗少林武学传人 专长 武术经络通血 运动书压减重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数据 好 来看到在台湾 其实有上千万人都在减肥 这是我们拿到的资料 但是还有一些人 可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减肥 所以恐怕是更多的 台湾人凭减肥 全球之冠啊 成年男性过肥的超过了51% 女性超过了36% 等于是男性每两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是胖子 那么女性也有三分之一是过重的哦 好 全台湾800万人过胖 超过半数都在减肥 是全球最爱减肥的No.1 那么这个减重市场呢 是一年超过了600亿 真的是一块非常大的大饼 大家都在减肥啊 过半数的人都在减肥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 您真的有这个胖的问题吗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叫做胖呢 好 我们的这个我们摄影大哥 George你出来一下 好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算不算胖哦 因为很多人都自己觉得自己胖嘛 那但是这样子到底胖不胖 这我们摄影大哥 在这里面最壮的一位啦 没错 我最壮 对 你最壮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胖吗 我不胖啊 我是很壮 你觉得是壮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壮 邱医师我们来算一下好不好 好 OK 好 我们BMI值 是不是要先从这BMI值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公式 BMI值怎么算 好 如果说这个胖瘦看BMI的话 身体的质量指数 它就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好 所以以我们的这个George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是几公斤 109公斤 好 然后你170公斤吗 所以要处于1.7的平方 对 所以算下来等于 它的BMI就是37.7 37.7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表格 好 我们看看 有在这里吗 正常没有 没有 过重 也超过 对 它是在肥胖吗 你看 重度肥胖 重度肥胖 所以你一直活在心状的世界吗 没有 你已经是重度肥胖 而且是重重度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你已经是大于这个35了 对 大于35 那George你平常最爱吃什么 最爱吃 汉堡 薯条 汉堡薯条 这是比较属于高热量的东西吗 你有想过减肥吗 还是你觉得自己也是 还是重的那个范围 这样还蛮算健康 还算他自己觉得算健康了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重度肥胖 算不算健康 其实是非常的不健康 但是为什么他现在会没有感受到这个重量 过重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因为他还年轻 你现在几岁 29 对 29对不对 29其实来讲 你才29吗 男生过了40岁以后啊 是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力 40岁 对 马上身体状况就会出现 所以赶快 所以我预期再过几年 你一定第一个膝盖 你开始会受不了 会不舒服 嗯 膝盖 对你很容易喘 呼吸会打呼吸 现在就有点喘了吧 对对对对 运动功能会变差 对不对 再来呢 你血压就会升高 尿酸也会升高 对再来你身体可能就会开始 出现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现在29岁就发现 这些重度肥胖的话 还有Joe 对不对 还有10年时间 现在赶快捡下来 对 预期寿命还可以再拉长 哈哈 Joe谢谢你哦 这一集你一定要好好的听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计算一下 身体质量指数BMI 就是体重 然后处以身高的平方 然后看看您的范围是在哪里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就是如果说您真的有肥胖这个问题的话 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严重性到底会到哪里 好 它引发的并发症包括哪些呢 糖尿病代谢症后群 血脂异常 高血压 高尿酸血症 痛风还有骨关节炎 冠心病以及乳癌 还有子宫内膜癌跟大肠癌 每一样都是非常可怕的哦 好 那为什么又会引发肥胖呢 我们也来看看下一张 好 为什么会让您肥胖 当然饮食是最大的关系了 饮食脂肪过量 睡眠不足哦 要睡得够 抽烟喝酒 药物滥用 还有遗传跟运动量少 以及情绪不稳 压力大等等 这些生活习惯会导致您肥胖哦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减肥呢 今天呢大家看了这一集 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怎么样哦 在这个少吃多动之外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的来减肥 好 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罗医师哦 因为很多人是说 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太胖 可是肚子就特别大 小腹很大 那是不是因为毒素很多 他可能里面有积了很多的宿便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排毒 的确我们现在发现有什么哦 这过个年哦 我们这肚子就大起来 那个腰带就特别紧啊 对 所以在我们中间很重视这个肠道蠕动 所以尤其有宿便体质的人 或是有水肿型的 你发现你的肠道蠕动不好 那我们中医叫做脏腹气血阴阳的失衡 那老祖宗有提到这个体型肥胖哦 他有有一个八个字的一个意思 就是叫做肥人多痰 瘦人多火 肥人多痰就是痰吗 那个喉咙有痰 痰在古人的认识的痰 它不是只有喉咙有痰 代表身体一些不正常的阻止 是比较湿热的 代谢肥物对身体比较湿 那瘦人多的火气比较大 所以你看到体型比较圆的 实际上就代表你可能就是要该减重了 所以真的是这样子 那这个宿便的话 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比较这个侵略的动作 对所以有宿便体质的女孩子 很容易月经不调之外 就是容易肥胖水肿 好那我们接着要请教 对邱医师来 我也来补充一下 其实在我们就说西方医学上 对肥胖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热量过多就是中毒 体重过重就是自杀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刚讲这么多 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些慢性的疾病 当然有些疾病是你体重一减下来 它就可以恢复的 比如说你血压高 你体重减下来 血压就会下降 对吧 但是有些病呢 你体重减下来以后 它没有办法救了 你举例来说中风 你一旦中风 你再怎么减还是中风了嘛 你四肢已经瘫痪了 对不对 那一旦得了癌症 你再减肥也没有意义了 也没有用了 所以给大家奉劝一句话 就是说千万不要让这个 肥胖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毒素 来让你导致自杀的这个未来 所以真的太胖的话也是一种自杀 那很可怕 好那我会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圣洁老师 像有些人他是减了肥以后 觉得好像还蛮快减肥的 可是富胖也很快 是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体重差不多也是100公斤上下 那有一天他就很高兴的 找我一起去吃饭 他就跟我说他拿到一笔奖金 那我说什么奖金 他说拿到减肥奖金 减肥奖金 对那我说那你还是100公斤 怎么会拿这个奖金 他说他们家里面 就办了一个减肥比赛 就是谁先减了5公斤 对 就可以拿5万块 那结果他就在两个礼拜内 就减了5公斤 我说那你是怎么减的 他说很简单啊 我就大概每天少吃一餐 两个礼拜我就瘦了5公斤 那好那天我就很高兴的 跟他去吃饭 就隔了一个月后 我发现他又胖了10公斤 因为他在减肥他利用节食 可是节食后面有一个代偿作用 就是好他只是很忍耐自己 两个礼拜不吃东西 隔了两个礼拜拿到奖金之后 他接着就是告诉自己 我哪有拿这个钱去大吃大喝 所以很容易结食是很容易吃饭 对因为心里要有一些补偿啊 觉得我之前那么久的时间 我都没有吃 然后现在OK了 我马上吃得更多 又有一大笔的钱 对所以负胖嘛 对不对好 好那我接着我们要请 叫我们的这个减肥专家 我们邱医师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 真的是比较可以轻松减肥的 像我听说英国那边有一种 很特别的这个5比2 轻食的这种减肥方法 那到底有没有效 当然我们其实讲 大家最不爱听的就是说 减肥一定要少吃多动 对啊大家都知道啊 我其实真的太辛苦了 对少吃多动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会因为这样 导致心情的低落 因为你本来吃是一种享受 你今天因为不能吃 你就会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一旦受到你目标以后 你一放松马上就又大吃大喝 来味道自己 所以有一句话说 有人减肥为什么不成功 因为他呢心情不好他要吃 这样心情才会好 心情好他也要吃 因为要庆祝 对他永远都受不掉 对不对 那所以英国他们现在流行一种减肥法 叫5比2的这个清断食 对那是什么样 5比2清断食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一般上班族 一到五之间 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在这个忙碌的期间 要叫你是控制体重 事实上大家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就正常吃 但是到了假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到了假日的时候 会特别的放松心情 对啊那要聚餐不是吗 是朋友都在这个时候要聚会 所以就会用吃来这个庆祝嘛 或者相聚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在一边聊天 轻松的愉快的气氛之下呢 就会多吃了很多热量 所以他们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6跟日这两天 大家选择就是少量的 吃一点点东西 轻微的断食就可以 举例来说 比如说你可能 刚刚有人讲说 三餐变两餐 或者三餐里面 我们都改成吃一半的量 对 有轻微的断食 那这样的话呢 就在这两天少吃了很多热量 那长期实行下来呢 你快乐的吃是在1到5 对 那么少量的吃是在6跟日 所以你觉得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OK 但是可能就没朋友了 就会怕去聚餐了 最要交对朋友 最要交对朋友 大家一起来清断食 好 那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盛杰老师 如果说我们要减肥的话 是不是也看季节 在冬天的时候 有的人是说比较难减肥 是真的这样吗 其实冬天比较难减肥 是因为大家不想动 是因为不想动 对 因为你觉得天气很冷 然后你就不想动 那你消耗的热量速度变很慢 那你就会累积 食物的那个热量速度变快 那其实冬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反而是比较快的 很多人以为说我冬天都不动 所以我新陈代谢很慢 其实错了 你在温度低的时候 你的新陈代谢变快 那这时候你只要起来运动 你反而那个代谢效率变好的时候 你减肥效果会变好 因为我们冬天 那个四肢都很容易发冷 那你心脏为了要把这个温度 送到四肢去 其实会消耗你更多热量 所以你配合运动效果会变很好 所以冬天的时候是大家懒惰啦 对不对 因为很冷嘛 懒得出去 穿那么厚的衣服 但如果冬天动一动的话 其实这个减肥效果是比较好的 好那还有就是中医的埋线 很多人去针灸埋线 那个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可以 对埋线它的意思就是说 利用我们一些这个手术的阳长线 在我们的一些特地的穴位 尤其是腹部脂肪囤积的地方 做一些穴位的长时间的刺激 一般来说它时间刺激 大概都是可以维持7到10天 不过我们之前中部有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有中医师啊 有些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个妇女的过敏性体质 尤其是有蟹足肿的 糖尿病的 还有这个就是怀孕的 那有时候他最有这个伤口容易感染啊 所以要特别注意你适不适合 那对一般来说腹部脂肪是有一些帮助的 可是对一些比较难受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手背啊 或者是这个臀肌啊 就是要雕塑的地方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还是主要它是一种辅助的疗法 而且注意你有没有一些过敏体质要特别注意 对对要看体质啦 好那另外我要请教一下邱医师啊 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哎这上天不公平耶 白白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在减肥 然后可能吃的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去运动 但也许这个人我的朋友他可能瘦的就比较快 我瘦的比较慢 那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关系吗 对主要跟代谢有关 还有跟个人的体质也有点关系 体质 我们现在医学上研究发现说 其实一个人的代谢好跟一个人的代谢不好 相差可以达到20%以上 换句话说 增加20跟减少20 相较之下就差了40% 就是一个基础代谢率 这样如果说你一个一天下来 你的新陈代谢消掉1200大卡的话 加20跟减20等于多了480大卡了 480大卡很多耶 你知道吗 一碗饭才280大卡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代谢比你好 我一天比你多吃两碗饭 我都还不会比你胖 这太不公平了吧 是 那另外一个研究就发觉说 有些人的身上 你奇怪了 他怎么吃就是不会胖 对 有这种人 这讨人厌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像医学上发觉说 他的代谢好可能跟他身上 那个棕色脂肪比较多 棕色脂肪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身上脂肪有两种 一个叫白色脂肪 一个叫棕色脂肪 白色脂肪负责什么 囤积能量 所以我们看有的肚子很大 那里面都是白色脂肪 就是专门把热量通通吸收进来 对对对 另外有一个叫棕色脂肪 这个棕色脂肪 它里面是有立腺体的 所以它颜色看起来比较深 它就可以把热量燃烧掉 所以棕色脂肪多的人 它很多热量进来以后 它就跑到棕色脂肪就把它烧掉了 它惨热 你懂吗 这怎么这么幸运啊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棕色脂肪 比较多一点啊 现在我们就是在努力说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让棕色脂肪 对对对 这很重要 棕色脂肪也会增加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吃那个褪黑激素 对 所以睡眠就有帮助了 你知道吗 睡眠不好的人 因为它褪黑激素不够嘛 对所以它棕色脂肪就不作用了 你知道吗 然后数量就减少了 可是一旦褪黑激素增加以后 它棕色脂肪开始运转了 效率增高 这个时候就帮助你燃烧很多热量 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 所以真的要睡得够充足 睡太小就没有办法减肥 还有就是你刚刚说肾上腺素的话 那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喔 压力跟肾上腺素不一样 压力是可体纯 就是肋骨纯 那怎么样肾上腺素 那紧张就会有肾上腺素 那就有的人比较焦虑紧张的 对对 举例来说我们打球 同样是运动 如果来一点竞赛 那你肾上腺素就会增加 这样的话就会帮助脂肪燃烧 好 所以真的睡觉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睡很多的话 应该会变胖 其实不是 睡很多的话 你才能够容易减肥 好 那睡觉之前的话 也有人说按摩一下肝胆筋 对不对 时间是大概几点 这个在古文很重是 11点到1点的肝胆筋 因为在我们中意来说 就胆尾胆者中正之关 就是说我们这个胆筋呢 是在做我们气血阴阳的平衡 就是晚上的水库的调节 你是照热上火都给它降一下 你的气血不足给它调升一下 所以晚上11点到1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之前就有一个 很热门的议题就是敲胆筋 所以多按摩胆筋 然后再回来做肝筋的调理 就肝胆是很重要的一个 好 怎么样按摩胆筋 我们马上来看看 好 肝胆筋怎么拍打 按哪些穴道比较容易减肥 而且有助于这个消水肿 我们赶快请罗医师告诉您 是的 我们终于很重视这个胆筋的拍打 因为这个胆是调整我们气血阴阳 那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自律神经系统 尤其我们就是上班族久坐久站啊 那你会发现很容易这个大腿外侧 这个有臀部 这边还有马鞍肉 马鞍肉两块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上班啊 就起来动一动啊 我们可以敲敲我们的胆筋 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个侧面 从头侧身到大小腿的侧面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手尽量要放松 这个一般我们的手的运动都是手腕要放松 不能用僵硬的哦 就是最自然的方式 那我们胆筋就是从大腿的臀外侧 我们东西叫做环跳自边穴 就是大腿打针的地方凹下去的地方 对 屁股这边有凹凹的地方 对 这叫自边 自边环跳穴 那我们就把它做敲打 那基本上力量是有一种节奏的 然后力量是适中的 然后从上而下 然后再从内侧 哦 从内侧回来 对 从内侧是干筋 那从上到下不能乱打吧 不能从干筋先打再打吧 对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先从远心端 然后再从 再回来向心端 跟我们的动静脉的循环是一样的意思 身体的微循环是一样的意思 这可以消水肿对不对 很多女生那个腿啊都会肿肿的 对 那女孩这个穴道比较深 所以尽量力道还是要大一点 因为女孩子的话 所以有时候可以用这个 我们的全肩的地方做拍打 那这个有办法瘦臀部吗 有些人做办公室 越做屁股越大啊 所以你特别要加强就是 这个马鞍腿容易长这块肉的地方 这这两边的地方 自边环跳越多按压 狂打就对了 对 也不容易腰腿痛 对 而且你会发现 你这样做一做就出汗 我现在做不到一分钟 我就开始出汗了 我还没 哈哈哈 我不够大力就对了 好 所以这个胆筋干筋 就是从外面 从上到下下去以后 然后从内侧下道上回来 对 好 那另外按什么穴道 比较容易可以预防肥胖 好的 我们全身的肥胖啊 基本上跟我们的中医叫做胃经 就是消化系统有关 对 还有肾经 这跟我们刚才邱医师提到 就是新陈代谢 基础代谢率有关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古文就发现 第一个呢 我们这个很容易食指大洞 对 口腹之欲 很爱吃有食欲 所以第一个地仓穴 有时候你这个胃口就很想吃啊 地质食欲 对就一调整我们的食欲 就压一下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嘴巴 口角外侧五分的地方 口角就是很想吃的时候 你就按压这两侧的口角 口角的地仓穴 它是胃经的穴道 很想吃你来按压一下 相信它可以下意识的催眠的 让我们的实力下降一些 因为我需要跟朋友去聚餐 然后想说 吃麻辣火锅好想吃喔 可是又怕吃太多 可以先按一按 对按压这个 抑制一下食欲 在我们中医还是 是面神经麻痹 这是很重要的穴 好这两个穴道 对 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水分穴 它是肚脉的 润脉的 好我们打通润肚二脉 润脉水分穴 肚脐的上一寸 叫做水分穴 我们临床中医师 埋线一定会放这个 叫水分穴 水分穴可以常常按揉 看是用单指或是用全掌按揉 那这个有什么效果 叫做健脾力湿去水 健脾力湿 就消水肿嘛 身体这些水分 水都排出去 对那第三个呢 就是叫做四满穴 我们中医师也会在这边 做埋线的动作 它是肾经的穴道 在这个肚脐的下方 两寸外开五公分的地方 也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两侧都有 叫四满穴 再中医也是 健脾去水力湿的一个 重要穴道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用按压的 对不对 你可以 女孩子要力量不够 我们可以全掌按压 或者单指按压 这三点 就是水分 肚脐下方两侧 叫四满穴 然后口腹治愈 这个四肢大动 赶快按压我们地仓穴 对对对 好这几个穴道都很实用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罗伊斯 要提供给大家这个茶饮 这些茶饮是可以去油腻的 对我们这一般来说 会去买一些消脂的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医药 在古人 古人很多有钱人 他也是发胖嘛 那就会用一些 养生茶 对 那我们介绍这叫做折蟹茶 它一边叫做折蟹 折蟹它本身就是 沥水消肿的 在现代医学研究 它很多三铁类 生物碱 挥发油 可以帮我们的一些 可以消化 可以预防血管硬化 那个海藻类就是我们 现在容易肥胖 我们多吃点膳食纤维 海菜 海藻 紫菜 帮助我们肠道蠕动 OK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杜仲 杜仲 黑黑的杜仲 对我们中间叫补肝肾强腰西 事实上它不是只有在坐月子用哦 在杜仲里面有杜仲素 对我们的降压是有作用的 对因为我们杜仲本身它离体 它可以对一些那个兔子的心脏 它有一个强心的作用 那球医师一直很强调 就是基础代谢率 心血管的循环 所以喝了这个茶饮之后的话 应该就是减肥的效果会比较好吗 对就是辅助 马上把它全喝掉 总是就是说 对我们的心血管循环是有帮助的 嗯 好喝吗 也不错耶 还蛮好喝的 反而可是 不太适合再加糖 那就完全 好苦加好多糖 就会更肥 对不对 那有些人是喝那个绿茶 绿茶的话有效吗 基本上绿茶它里面的这多分类 它强调的是这个叫做抗氧化抗自由基 事实上我们一般有 就是很热门的这些广告什么绿茶 对对对 它里面都加了很多膳食纤维 那在它里面的茶碱 事实上也没办法达到很好的抑制 我们的脂肪的这个吸收 也是没办法 还是要靠我们正常的控制食欲热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减肥的啦 顶多不会肥 抗氧化 对抗氧化 好那我们稍后回来呢 那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这个圣洁师傅 介绍给大家一道很特别的